其實我老婆常常叫我去英國 反而我老婆常常叫我去英國 為甚麼呢 第一 我在那邊部署的生意 第二 有很多人找我去 賣樓 坦白地跟大家說 我是在那邊有地產公司 但是我真的覺得很無印頭 我不應該這樣說 不是在那邊有地產公司 是在那邊有雙屬地產公司跟我合作 一般的二手樓 其實不說新樓 二手樓也好 他佣金很少 我切完也不知道夠甚麼 我唯有介紹新樓 但是新樓 我跟大家說 對得我胃口 我就很有責任感 為甚麼呢 通常是樓花 或者是一些遠期樓花 我也會害怕的 雖然我去現在 英國以現在的樓市情況 要出現爛尾樓的機會就不是那麼高 因為他一直在上 但是 但是 這個真的是兩難 你真的要去現場 所以 大家要明白 外國的地產商不同 香港的地產商 香港的地產商 連銀團貸款都不用 有大把錢 好像阿成哥那樣 他有大個貨幣 沃森市 白街在這裏 他隨便拿錢去蓄樓都夠了 他不會沒有錢的 蓄完 補了地價 做好所有東西 先拿入伙子 再慢慢賣都還不行 如果 當然他們有賣樓花 但是 他們都還不行 他們有這樣的實力 但是外國的發展商 很多地方 他可能真的空手就白印 或者 掉了一成本錢就來 是不是 如果 樓市正在上 他買得好當然沒問題 但是樓市 一旦有甚麼不對勁 或者他買得不太好 他爛尾 他會變多多勇 你也沒用的 你賺了個勇 是嗎 OK 多謝樓上來頂一頂正 明天星期六 我們會照樣開店 星期日就不開了 我要休息 希望大家有愉快的周末 我充一充電 我也要充一充電 我也要找人頂我十日八日 但是我在想 如果要頂十日八日 我們能去哪裡呢 因為我一出香港 回來香港就十二日 只要21日 是不是 我能去哪裡呢 就算你說現在 你去新加坡 就這樣走進去 不用檢查 不用在旁邊 玩完新加坡 回來也要的 玩完新加坡沒問題 是回來才會發生 還要打針 又要打針 還要在旁邊十四天之一 在家裏做節目 是不是 我這個忘了 下星期再見 拜拜